49岁孙楠一家生活近照曝光,身体发福贤劳,网友女儿嘴角好奇怪。 谈到内地乐坛争议最大的女星,相信所有人都会说是拿鹰。 要说男歌手的话,就众说纷纭了,但要说鹰真人秀气争议的就一定会说是孙楠。 他留给大家是那种乐待憨后的高亢洪亮的实力型歌手形象,他的声音很有激情,凭借其出色的唱功,俘获了无数听众。 近年来孙楠繁多的真人秀将他推到了风口浪尖上,但他的经典歌曲依然广为传唱。 孙楠的演艺事业发展得顺风顺水,但感情之路却不是那么一帆风顺。 前妻叫买红妹,婚后还育有一子女,由于孙楠常年在外,对家庭照顾不周,据少离多,导致两人的婚姻感情破裂而走到了终点。 而至今离婚有七八年了,买红妹依旧也没有再婚,不过买红妹一直在国外生活得非常的美好。 孙楠与买红妹离婚后就娶了现在的妻子。 俩人据说是因为高二夫而相识的,现在的妻子是一位不怎么知名的主持人,名字叫攀位,而且现任妻子在与孙楠结婚以前就已经有过两次失败的婚姻。 所以两人对这次婚姻都比较珍惜体贴吧,生活算是非常幸福美满,俩人也很般配,感觉很有夫妻香。 如今孙楠已经47岁了,容颜不在,不仅身体发福,而且惊险双下巴妙便大叔的她让很多网友接受不了。 从两人的照片中就可以看得出谁更胜一筹,网友们都觉得前妻买红妹看起来更有气质,女人威胁也非常的扬颜。 而显任妻子看起来更显老街地气些,五官长得也没那么精致,不过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,都说情人眼里出西施,孙楠认为她妹才是最重要吧。 从照片中看儿子不尽长得可爱活泼乖巧,而且在校学习成绩非常的优异拔尖。 女儿长得脸但圆圆,眉眼活脱脱是个小孙楠。 果然是亲生的女儿,不得不让人感慨基因的强大,不知道会不会遗传孙楠和买红妹的歌唱或者演艺天分呢?大家觉得小孙楠嘴唇下是不是有点奇异呢?祝福她们幸福吧! 参考来源